一大早 卖鱼小贩急急忙忙 拉着新鲜捕捞上来的鱼 准备去市场叫买 可跑到半路 一阵刺骨凉风突然袭来 与此同时还听到一声诡异的猫叫 小贩赶到头皮发麻 而在这时 路尽头突然出现一个黑影 瞎瞎小贩的斗力 竟直接摔在了地上 不久后 警方接着报案 偏僻无人的小巷里 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士 警员立刻赶到现场 女警小园先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察 发现附近有一些打斗的痕迹 再加上死者死状异常惨烈 因此初步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仇杀 随后他又检查了死者的尸体 没想到 竟在脖子的断口处 发现了一些湿润的沙土 这种土质只有河边才有 而村子里只有一条河 所以这样看来 凶手一定经常出现在那里 那么死者的头颅 也极有可能在那附近 于是小园便赶紧带人去了河边 经过一番搜查 竟真的发现一处土地 有被翻过的痕迹 警员便进行了挖掘 很快便在地里 翻出了一个带血的白色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颗头颅 虽说已经满脸是血 不过队长周龙 可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一看面貌便确定 这人就是镇上的卖鱼小贩 鱼头张 但众人都很奇怪 莫名其妙的 他怎么会被人谋杀了呢 还是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凶手到底是谁呢 回警局的路上 小园走访了其他的卖鱼小贩 发现村子里 只有李大爷在捕鱼 那条河也只有李大爷会经常过去 因此小园便决定去找着询问 看是否有可疑的人去过河边 很快几人便到了李大爷的住处 小园推开门一看 屋里昏昏暗暗的 像是没人的样子 可下一秒 门后突然窜出一个拿着镰刀的男人 想对小园下手 幸好周龙反一块 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 众人仔细一看 这人就是李大爷 看他这心虚的样子 难不成就是凶手 警员赶紧对屋里进行了检查 没想到竟在柜子里 发现了一个面具 之前警方询问过 目击鱼头张遇害的证人 那人称凶手好像戴着一个恐怖面具 那不就是这个面具吗 此时李大爷眼看自己已经露馅 瞬间崩溃了 他哭着称 自己本来没想杀害鱼头张的 他补了一辈子鱼 一直没挣到什么钱 没想到在和鱼头张喝酒的时候 鱼头张竟然嘲笑他 说他没用 他一时激愤 便对鱼头张下手了 这李大爷可真是冲动 再生气也不能杀人啊 周龙非常愤怒 赶紧命警员将这带回了警局 此时被吓了一跳的小元也缓了过来 他看着屋里简陋的摆设 又想到李大爷的样子 总觉得不对劲 李大爷干了一辈子粗活 大字不识几个 怎么会在杀害鱼头张之后 还能想到伪造现场 以及将头鲁藏起来呢 手法如此专业 根本不像是一时兴起杀人 讲到这里 他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李大爷很有可能并不是真凶 可这样一来 他又为什么甘愿认罪呢 两人决定再次对李大爷进行审讯 一时便赶紧回了警局 可到了监牢门口 周龙喊了李大爷好几声 他却一直背对门口跪坐着 一声都不吭 这是怎么回事 周龙赶紧开门进去 低下头一看 李大爷竟满脸是血 而人早已没了呼吸 两人非常震惊 李大爷被抓后 就直接被警员带回了警局 中途是没有接触任何人的 那他只可能是自杀 周龙很奇怪 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 也认识李大爷很久了 李大爷一直是个忠厚老师的人 怎么会突然干出杀人买尸的事呢 而又是谁能让他甘愿自杀顶罪的呢 就在两人疑惑时 周龙突然接着消息 警局收到一封血书 他立刻赶了回去 拿到血书一看 上面竟写着负伤赵善 不敬前任村长 明日之前必定死在家中 看来凶犯是要再次动手了 周龙立刻带人去了赵善家中 准备对他进行保护 可将这件事告知给他后 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 称自己做生意这么多年 但他也不是吃素的 这次一定是有人 假借前任村长的名义装神弄鬼 他要是怕了 岂不就落入了凶手的圈套之中 因此他坚定地拒绝了周龙等人的保护 周龙非常无奈 可既然赵善这样说了 他也不能强迫人家 于是只能告辞 虽说赵善不愿意被人保护 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赵善遇害啊 因此便命警员将这院子围住 不让任何人员进出 之后周龙又带着一个警员 在正门进行看守 很快一夜便过去了 这中间没有任何可疑的事发生 本以为这一夜平安度过了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管家阿福突然跑出来 称赵善出事了 众人急忙冲进院子 发现赵善的房间竟然紧闭着 阿福称他早上过来 叫赵善起床 叫了好几声都没人回应 他就不对劲 便赶紧去喊了大家过来 周龙听后 急忙将门踹开 没想到下秒间看到 赵善毫无声息地趴在桌子上 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大的血洞 这一幕令所有人震惊 周龙随后检查了尸体 发现赵善是被刺中了大动脉 失血过多而亡的 阿福跪在赵善身边悲痛欲绝 称一定是因为赵善不尊敬前任村长 前任村长显灵将他杀害了 这简直是无气之谈 周龙一反驳 阿福显得更加激动了 他从赵善睡前都会反锁房间 外人又进不来 怎么会有人杀害他 听到这话 周龙瞬间怀起了阿福 他是最后一个见到赵善的人 那岂不是最有嫌疑 阿福气得直接站了起来 称自己跟了赵善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加害于他 这阿福看起来不仅生气 还有些慌张 看了他果真有问题 小元看了赵善脖子上的伤口 猜测凶器应该是一个非常细的东西 于是便赶紧命警员出去寻找 与此同时 他还发现门锁上有血迹 根据这个线索 周龙猜测 赵善一定是在门口遇刺的 而他为了防止凶手步步紧逼 便赶紧关上门反锁了 也因此门锁上才会沾上血迹 此外赵善因为喉咙被刺伤 无法呼救 只能在房间等死 这举动也恰巧营造出了 密室杀人的假象 听到这话的阿福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正巧此时 警员拿着一个用布 包着的长条物品进来了 等找到时 上面还有血迹呢 看来这应该就是杀人凶器 小元笑了 江布扒开一看 里面只是一根筷子而已 阿福瞬间心如死灰 这话直接将自己暴露了 他恼羞成怒 冲过去便掐住了小元的脖子 危机时刻 周龙直接开枪 将阿福打晕在地 没多久 阿福便一命呜呼了 小元非常无奈 这下线索又断了 周龙有些惊讶 阿福已经承认杀害了赵善 那这起案子 不是应该了结了吗 小元认为事情 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阿福跟在赵善身边这么多年 如果想杀害赵善 早就动手了 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呢 这绝对不是巧合 真凶肯定还藏在背后 听了他的话 周龙才算明白了 可这个凶手藏得也太深了吧 到底要如何找到他呢 警方正准备对阿福进行深入调查 没想到次日一早 却突然接着报案 一个男人吃了口苹果 竟直接倒地身亡了 从没见过这么离奇的死法 一个男人在河边清扫落叶时 突然感觉有些口渴 便随手拿起前方宫桌上 新鲜的苹果啃了起来 可他还没吃两口 喉咙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痛 男人咳了两下 夏秒性直接栽到了地上 很快附近村民发现异常后 便赶紧叫来了警察 队长周龙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一看死者的样貌便确定 真人名叫扫鼠流 专管附近一带的卫生 围观村民气嘴巴舌的一说 几人才明白 原来这扫鼠流 竟是吃了供桌上的苹果后 倒地身亡的 大家都说 是这供桌上供奉的前任村长 因为扫鼠流不静 才将他给吓死的 女警小园检查了扫鼠流的尸体 四肢僵硬 确实很像是被吓死的 但也不能排除中毒的可能性 还需要专门的验尸官 过来检查一下才能确定 周龙犯了难 他们这小地方 多少年没发生过命案了 验尸官还真不好找 不过倒是可以先找本地医生查看一番 很快一名男医生便赶了过来 他蹲下身 仔细检查了一番 又闻了闻扫鼠流口鼻的气味 发现全身没有明显伤痕 口鼻也没有异味 实在不像是中毒死亡 不过他并不是专业的验尸官 也可能会有所疏漏 要是想准确地确定死者死因 还需要找专业的验尸官过来查看 周龙很无奈 验尸官需要到省城去请 这一来一回 估计得三天 安子可等不了那么久啊 就在他发愁时 一旁的村民突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称扫鼠流肯定是遭报应了 前任村长脾气不好 他吃了供桌上的苹果 肯定是惹脑的前任村长 而且这段时间 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名案 怎么这次去接二连三的发生 一定是前任村长来报复了 小元很无奈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前面几起案子 最后都有罪犯落网 咱们可能是前任村长来报复了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名叫阿辉 是前段时间来本地旅游的 他也赞同小元的话 而且还劝说村民 不要相信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言 要是真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肯定是先来找他 大家听了这话 倒是不再闹了 不过如果真凶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对阿辉下手的 凶手营造出前任村长 死后报复的传言 现在阿辉却公然反对 为了保护传言的真实性 凶手一定坐不住的 周龙决定对阿辉进行保护 他倒是不像赵善那么难说话 爽快地同意了周龙的提议 当天晚上 小元独自回家 没想到半路 竟遭到一个面具男袭击 幸好周龙及时赶到 救下了小元 不过可惜的是 面具男最终还是逃脱了 而就在这时 警员突然报告称 阿辉出事了 周龙小元立刻赶了过去 经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昨晚阿辉准备休息时 同样有一个面具男 过来袭击他 不过好在门外 有两个警员 适可盯着 听到救救声 急忙冲进去 救下了阿辉 但阿辉的脖子 还是被面具男 用斧子割伤了 而面具男也逃跑了 小元和阿辉 基本是在同一时间遇袭的 因此这绝对是 两个不同的人 难不成有两个凶手吗 他们这两个 公然反对 有关前任村长谣言的人 同时遭遇袭击 这就说明 的确是有人 在假借这个谣言 行杀人之事 那么现在要想破案 就得想办法 将凶手给演出来 既然凶手一次袭击不成 那肯定会再次出手 因此周龙便决定 假扮小元演出这个凶手 当天晚上 假扮小元的周龙 独自坐在咖啡馆休息 他刚喝了口咖啡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面具男 周龙一个转身 直接将面具男 按在了地上 拿下面具一看 这人竟是卖山货的老王 周龙非常惊讶 他怎么会掺和进这件事里 老王见自己 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便痛快地承认了一切 称臭鼠刘就是他杀的 这个人私下得行败坏 他是为了整个村子的安宁 才对臭鼠刘下手的 说的倒是正义凛然 可他有执法权力吗 简直是胡作非为 随后小元询问了 他的作案过程 老王冷笑地称 自己本就是采山货的 从山上随便弄点 剧毒的帆母鳖 熬出之后 趁臭鼠刘不注意 将他打晕 之后再把汁水 滴进他的眼里 这样就算是验尸棺 也不会轻易发现 扫嘱刘是被毒死的 原来如此 这个老王可真是狡猾 但奇怪的是 这种恶毒的方法 基本很少人知道 老王一个乡野村民 怎么会知道呢 肯定是有人交给他的 可面对询问 老王却死不承认 周龙怒了 直接命人将他带回警局 而小元为了更加确定 真凶另有其人 临走之前又询问老王 哪天袭祭他时 是不是拿着斧子 老王犹豫一瞬 便爽快承认了 听到这话 小元笑了 那天的面具男 拿的明明是匕首 这样看来 老王绝对不是真凶 不过他也肯定 与真凶有着 不同寻常的关系 此时被识破谎言的 老王万分懊恼 但再狡辩也没用了 周龙两人决定回警局 继续对他进行审问 可没想到 这边老王被带回警局后 就一直大喊着 都是报应 神色癫狂的喊了几句 便口吐鲜血 跪在地上 没了呼吸 警员非常奇怪 回警局时明明 已经搜过身了 老王怎么会死了呢 周龙愤怒又无奈 而就在这时 从省城赶来的 验尸棺终于到了 他仔细检查了 老王的尸体 没想到竟在他的胃部 发现了一些疯辣 以及白色粉末 经过检测确定 这种白色粉末 还有剧毒 因此验尸棺猜测 凶手应该是用疯辣 包裹着毒药 之后混合着食物 让老王吃下去的 这样一来 风辣就会延缓 毒药发作的时间 也因此老王 才会在回警局后 毒发身亡 此外验尸棺 还检查了 扫主流的尸体 发现了后脑勺 并没有被击打过的痕迹 不过嘴里 倒是有一股酒味 所以验尸棺认为 扫主流应该是被灌醉后 用毒药低眼致死的 那这样一来 就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可这个人会是谁呢 小元想起之前警员报告说 老王死前一直喊着 所有人都会遭到报应 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难不成是以前这些死者 做过什么坏事 现在遭到了报复 想到这里 周龙立刻查了 本村所有人的档案 没想到竟有了 一个意外的发现 二十年前 村里有一个姓满的大户 一家三口 因为一桩误会 被逼的跳壳自杀了 周龙两人去了满家大宅查看 小元竟在门口 发现了三根未燃进的箱 这一般是祭奠才会摆的 可档案上显示 满家并没有亲戚啊 谁会来祭奠他们呢 就在小元和周龙想不通时 突然接到省城来的电话 前段时间 来他们村子旅游的阿辉 以前竟然叫满小伟 这人正是二十年前 被逼死了满姓夫妻的儿子 这是小元当时 拖艳时官回省城查的 没想到还真有了结果 这样看来 很有可能就是满小伟 回来复仇了 周龙两人立刻过去找他 发现他竟约了一大堆村民 在家中聚会 难不成是要一次性 将大家都杀了 听了这话 满小伟神色有些疯狂 见自己已经被识破了 他也就布藏着掖着了 成这里早就被他布满了炸药 只要他清静一按 所有人都会灰飞烟灭 这个满小伟 可真是丧心病狂啊 不过他也是可怜 二十年前 死者于头张等人 欠了他父母钱 因为还不上 所以便以他父母 不敬前任村长的名义 鼓动村民们 对他们家赶尽杀绝 后来他父母受不了逼迫 便带着他跳河自尽了 但也许是上天还有所眷顾 满小伟落水后 并没有死亡 而是被一个老头给救了 后来两人便相依为命 但前段时间 老头突然去世 满小伟也许是觉得 身边再也没有亲人了 所以才决定回来复仇 可他也不想想 老头好不容易将这拉扯大 怎么会愿意看着他走向深渊呢 听了这话 满小伟更加疯狂了 他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什么不能选择报仇 当时他回来 边前找到了捕鱼的李大爷 没想到这人竟还记着他 他谎称自己只是恨于头张 只要李大爷帮他杀了于头张 就饶了他 李大爷还真是天真的信了 后来就找机会 在喝酒时将于头张杀害了 在那之前 他给了李大爷一粒药 称如果被抓了 就将这颗药吃下去 到时候会造成一种假死状态 宝外就医时 自己一定找机会将他救出来 可李大爷不知道 那药就是一颗实实在在的毒药 他根本没想着放过李大爷 至于附上赵善 当初他们两家有生意往来 可当他们家落难时 赵善竟然落井下石 所以这人也必须死 他打听到赵善非常吝啬 经常苛扣管家阿富的工资 于是他就用一大笔钱买通了阿富 然而趁机将赵善杀害 阿富做得不错 圆满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 听到这里 小元也将所有线索串了起来 眼看满小伟还在沾沾自喜 小元便将村长带了上来 这人以前也参与了满小伟父母之死的事件 所以警方得知满小伟的下毒手法后 便赶紧给他洗了胃 后来村长便交代了一切 也因此警方才能这么快查到满小伟的身份 而此时听到这话的满小伟 眼看自己已经无路可逃 便准备按下爆炸键 幸好小元以及警员反应快 及时阻止了他 才免除了一场灾祸 满小伟确实可怜 但他也不应该用这么激烈的方式 最后害人又害己 能够审判这些坏人的只有法律 而等待满小伟的 也只能是法律的惩罚 好 好